农委会农粮署积极推动农业升级 除了辅导建立具有农村人文特色的酒庄 更定期办理评件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行诉品牌形象 让鲜酿的农村美酒朝国际化迈进 今年一共有12家业者通过了评件 包含了南投新一乡普里镇 以及台中雾峰区的农会酒庄 获得了特优级最高荣耀 另外也有18款酒品分别获得了金银铜奖 全台农村酒庄业者集聚一堂 评件比拼 结果正式出炉 农粮署邀请专家学者 透过书面审查 加上严格现场考评 以及酒品卫生安全检验 今年一共有12家通过评件 不只是在国内的竞赛 在国际 德国 法国 比利时的 国际酒品竞赛也屡获夹击 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获得了国际奖项的25个金牌 47个银牌跟两个铜牌 旗饭借由评件活动 形塑似优质品牌形象 提升制酒技术 朝国际化目标迈进 农粮署积极推动农业升级 辅导建立具有农村人文特色的酒庄 其中南投信义厂 普里镇以及台中雾峰区的农会酒庄 获得特优级最高荣耀 另外还有18款酒品分别获得金银铜掌 采用当地优质水果和农产品作为原料 再透过产观学界合作 改善酒品卫生与品质风味 鲜亮的农村美酒在国际酒类竞赛中 屡创夹击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记者陈子凡 叶林凡 台北报道